111年宜蘭縣宇文競賽 日前圓滿落幕 共有1262位選手參賽 爭取四種語言 五個組別 八個項目競賽的優勝 結果有82名好手在各組中勝出 並在昨天接受縣長頒獎表揚 縣長林之妙表示 語言是人與人之間溝通和表達情感的工具 有人很會說話 也有人文筆很好 這些都需透過平時的自我充實和訓練 非常感謝師長的栽培 讓所有得獎者都有這麼好的成績 他也期許這一群優秀的宜蘭依納 能在全國賽中 為宜蘭爭取榮耀 宜蘭是人與人溝通的橋段 文化和藝術 如果贏了溝通和聯合的話 就成就有大事 今天有82位得獎 在12月3、4日 歸到新竹市全國的宜蘭競賽 現在我們的校長們 還有教導師們 謝謝你們還有家長們 對我們的小朋友的重視 對宜蘭的溝通 所以現在我們也教了 請了非常優質的老師來給我們訓練 希望能夠在12月3、4日 能夠為宜蘭發光發熱 為同學加油繼續努力 你會覺得常常訓練你的話 每一次都會有進進 跟人跟人之間的溝通 都會成長 那看到的層面也會更多 對於你將來的發展以及所有拓展各種事業 累積過各種的圖書事務 都非常有幫忙 所以在這邊特別的恭喜 對你們的一個打好跟興趣 我還是要針對這個基礎的教育 來去做打好基礎 所以感謝我們所有今天優秀的這個孩子們 你們都是一級棒 成為大家的一個名犯 那相對的感謝我們校長 一些老師 不斷的這個教導我們的孩子 從基礎教育學系 能夠讓各項的這些競賽 都能夠持進一分 全國賽中高手如雲 教育處將展開賽前集訓 挑選頂尖師之漢團隊 提供選手客製化的專業訓練 讓他們能充分準備迎接挑戰 在全國賽中贏得佳績 藝人熊文記者 NINE福星採訪報導